前几天我在门诊上来了一位患者 男性37岁 他说自己便秘实在太痛苦了 最近有一周没有大便了 肚子胀得跟骨一样 吃了一些泻药 效果并不明显 我一看他的舌头发红 舌苔厚你卖红大 这就是扬名腐蚀症 于是我就用泻下的方法 帮他调理了一下 两天之后他再次来到我的门诊上 说崔老师谢谢你的调理 喝完药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始拉大便 好久都没有拉得这么爽快 拉出好多黑色便 真的太舒服了 我听了他的描述我也很高兴 很多人都有过便秘的经历 在治疗便秘的时候一定要快 因为便秘是个急症 就好比你家的下水道堵住了 就得第一时间找人来疏通下水道 一刻都不能耽误 很多大病重病都和长期的便秘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便秘是百病之源 我经常和我的病人说 要想健康首先得保证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吃得下 第二件事是睡得着 第三件事是排得出 这三件事中排得出又是最重要的 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会强调排便的重要性 为什么呢 因为大便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储存 正常的排便可以排出身体里面的垃圾和毒素 如果肠道不通胀被堵住了 身体的毒排不出去就成为各种各样的病 那如果发生了便秘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对于不同的便秘 我们采用不同的对应措施 如果你是三天内一次大便的情况 优先考虑调味成其当 三天不大便的人往往有这些症状 会有心烦 因为胃肠有热 内热会让人心烦 会口渴想喝冷水 因为胃肠有热 热耗今夜导致人口渴想喝水 舌苔会黄腻 因为胃肠里机制太多导致不通 浊气上腻导致黄腻胎 还有可能会咽喉肿痛 牙吟肿痛 因为胃肠堵住了 体内的热下不去 就从上面爆发出来 这些症状都是因为大便不通导致的 但是堵的不是很严重 用调味成其汤就可以了 这个方子也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成 由大黄 芒肖和甘草 大黄被称为将军之药 是方子里的绝对主力 大黄是卸下通便第一高手 他就像一个将军一样 走而不守 一路披荆掌棘 把味肠的一切素食和糟粕清理出去 但是光靠大黄也不行 因为肠道里的大便太硬了 大黄攻不进去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配合用盲削 盲削类似于盐 能够软尖散结 可以把坚硬的大便软化 大便变软之后 大黄跟上来一顿狂泻 胃肠的一切机制都会被倾泻干净 考虑到大黄卸下太猛了 可能会伤到人体正气 就加了一味干草来保护我们的正气 大黄卸得又快又猛 干草却是个慢性子 就拉住大黄 不让大黄走得太快 大黄和干草配在一起 一个快一个慢 大黄就这样 慢慢悠悠的 把味肠的垃圾清理的干干净净 如果你也经常出现便秘的情况 你可以给崔老师留言 切记没有辩证不要乱用药 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是崔医生 关注我 每天给大家分享健康知识